好了各位,那从这堂课开始呢,咱们就把VUE3这个技术站的整个过一遍 显言少叙,先说第一个小节目,就是VUE3的简介 那么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,VUE3.0这个版本呢,其实从2020年它就已经发布了 20年的9月18号,它发的是3.0版本 当然了,在这个3.0正式发版之前,也有很多的内测版和公测版 那些咱们就不提了,咱们就说这个正式版3.0是20年9月18号发布的 那个时候的代号叫做One Piece,熟悉这个尤语希的同学都知道 这是一个老二次元了,每次发版都用这个动漫作为它这个发版的名字 为什么非得跟大家说这个20年9月18号呢,是想让大家明确的知道 VUE3.0发布至今呢,是吧,现在是2023年的10月份,已经三年多了 你如果依然是一点VUE3都不会说不过去了,是吧 好,来再说这个,它一共呢,经历了4800多次的提交啊 多少个什么RFC,这些咱就不提了 就总之呢,它经历了很多的修改啊,迭代啊 就把东西想弄得更好,对吧,一共是300多贡献者 现在可不止300多个了,现在更多了,是吧 发版地址呢,在这儿,就是当时它发布VUE3.0的时候的官方说明在这里 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啊,它是一个GitHub上的一个链接 稍微等一会儿,这是当年的它那个One Piece海贼王 官方发版的时候的一些说明,是吧 这个呢,我还很好奇的把它翻译成了中文,整体阅读了一下啊 说白了就是,就是告诉你,性能好了,速度快了,更加优秀了,是吧 截止2023年的10月份啊,就这一月 它的最新公开版本是3.3.4啊 那我们讲的时候也是基于这个版本讲 如果后边再有更大的更新,那我会补充一个视频啊 再去说,然后再说说它的这些有哪些提高吧 首先就是性能有提升了,官方是这样说的,说打包的体积呢,减少了41% 就是你拿VUE2做项目,你拿VUE3做项目,做的是同样的项目 那最后呢,形成的这个打包之后的这个代码呢 VUE3呢,会小41% 对吧,然后初次渲染的是快了55% 然后更新渲染的是快了这些 说一下各位,我不想读这些干巴巴的数据 因为不瞒大家说,这些数据呢,也是我从这上直接搬过来的 那133%他在这写的呢,对吧,反正你就知道,这性能有提升就得了 对吧,然后再有就是圆码的升级 像刚才那个同学说的,就是Proxy去代替了谁呢 Defend Property,是吧,然后还有就是重写了那个虚拟道目的实现 是吧,所以说这是一个圆码的升级 再有就是他拥抱TS了,这是你的必备技能啊 对吧,甚至有一些公司VUE2里边都开始用TS去写东西了 对吧,VUE3呢就是拥抱TS了 再有就是他有一些新的特性 比如说有了什么组合式API啊,Setup啊,Ref和Reactive去定义数据啊 好了,这些不在这赘述哈 所以说在这呢,不聊过多